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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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够谈论那个东西 没有边界 是吧 他能够谈法律 他能够谈宗教 他能够谈心理 能够谈精神变态 是吧 他什么都能谈 但是呢 他又不是心理学 他又不是宗教 他神学 他又不是法学 是吧 但是呢 他一部作品里面 他总是包罗外相 是吧 所以 是这么一种东西 我们迄今为止 我们也很难说 什么是文学系 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文学系 是不是 像胡适的两只蝴蝶那种东西 是吧 那在那个年代 觉得很荒谬 你那么大的 这个知识分子 写出那种东西 今天看起来跟儿哥一样 非常浅范 但他那个时候呢 还不成了他有文学系 然后接着呢 就觉得 那是识破今天的东西 是开创性的 是吧 但是今天来看 他又非常可笑 是吧 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期 他们对文学性的 我们对文学性的理解 会非常不一样 是不是 那么 在五四时代 他又 他 具有挑战性的 破除旧文学的 那样一种 变革的革命性的 那种文学作品 被称之为文学性 是不是 他只要有挑战性 他只要变成白话文 那种东西就文学性 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 我们对文学性 会有不同的要求 是吧 在八十年代初期 我们的文学性是什么 他依然还是和政治性 联系在一起 我们反思文革 是吧 在五六十年代 我们只有反映了 工农兵的生活 是吧 来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能够看到工农兵的 美丽心灵 美丽灵魂的那种作品 他才有可能 被认定为是文学 否则就是毒草啊 是吧 是反动 是反动材料啊 他怎么能说文学性的 所以你会发现文学性 它总是和政治性 纠缠在一起 所以毛泽东的讲话里面 我们总是政治标准 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 其实在五六十年代 它往往是政治标准 它压制替代 艺术标准 但是呢 文学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用字词 书学出来的 它总是在 文学的传统中写作 它不管怎么和传统决裂 它不管多么富有革命性 它总是和传统 那么内在的契合 你总难以摆脱 它的文学性 所以即使是在五六十年代 政治性那么强大的情况下 就那些 按照中心的任务 按照意识形态的观念 是吧 按照政治思想 正确的 那种方式写出的作品 其实我们有时候 依然能够感觉到 它的文学性 是吧 你只是说它文学性高和低 纯粹和不纯粹 即使像最极端的例子 包括像艳阳天那种作品 是吧 金光大道那种作品 是吧 红颜 那是狠意识形态 是不是 但是你读起来 一来 那么五六十年代的那些作品 我们当然慢慢都会讨论 即使更为极端的 你像《西沙之歌》 不知道大家 后来的《西沙之歌》 大家读过没有 我们那个年代 你们肯定是没有读过 那完全是按照江青的 他的旨意去创作的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读起来 乐学沸腾 觉得那么豪迈 那么有激情 是不是 今天我们读贺锦斯的诗 也是觉得那么夸张 那么坑洞 但在那个年代 西区列车的窗壳 是吧 那时候很感动 所以一个时代 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性 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审美的心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课的文学史的展开中 我们不断地去接近这个国 是吧 也是德里达 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法律的暴敌 法律就是暴敌 所以呢 在 美国有一个学派 在这个解构主义法学 就是解构主义法学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它不承认有法律文本 它认为所有的法律文本 都是虚构的文学性的文本 所以它是从文学羞辞的角度 去阅读法律的文本 所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对吧 那当然对神学 我们可以有别的一种态度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确实因为它神秘 因为它不可捉摸 因为它如此之富有魅力 如此之神奇 所以我们永远在追准 是吧 我们追逐文学性 就像跨幅追日一样 是吧 我们饥渴 我们追一样追 是吧 但是在座的你们都是英雄 都是跨幅 是吧 女同学就是嫦娥 是吧 本女 是吧 这是神话 文学它是一个神话 它是一个神话 但是没有这样一个神话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历史的存在 它就不滥满 是吧 它就不滥满 好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第三讲 就是开创清除 建国初的文学运动 所以大家会看一看 这文学史上 特别中国的五六十年代 有这么多的文学运动 而且呢 驱逐了一批又一批的人 那么 而且这种驱逐 是非常非常的严峻的 是吧 这整个共产主义 正是从苏联到东欧 那么 那么文学运动呢 采取了如此之 激烈的一种政治的形式 那么 我们怎么去理解 在现代性的进程当中 一种被称之为 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 它要以如此 政治的 暴力的方式 来进行 来展开它的 一种 历史的动机 去 找到它的 一种历史目标 是吧 所以毛泽东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它是叫做 无产阶级专政向继续革命 所以文学 它是在继续革命的意义上 去理解的 去展开它的世界 那么今天我们对 这样一种实践 我们当然怀有批判 谴责 是吧 这都很容易 但是 我们怎么去理解 人那个历史 有这么 长的 几十年的时间 它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 和热情 这么多的希望 和绝望 它在从事这项运动 所以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并不仅仅是用悲剧 是吧 用批判 用谴责 这样一种方式 所能够掌握的 所以我说这个运动 如果说不理解 十七年的文学历史 历史的运动 就不能理解 它的根本特征 所以我们也不能理解 我们今天的文学的存在 我们为什么有一种 那么 劫后之喜 所以大家会觉得 我的叙述 确实充满了矛盾和悖论 一方面我又试图去论证 五六十年代 它作为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开创 作为现代性的激进 激进化的 一项伟大的一种创建 但另一方面 一旦这种创建之后 我依然会有另外一种表述 比如说 会有劫后之喜的这样一种表述 确实历史是这种矛盾 是这种复杂 甚至是一种费乐似的 那么 为什么我们要有运动 这个运动呢 就是以 强大的 强有力的政治号召 和广泛的政治动员为基础 展开了大规模的历史事件 所以运动呢 要这样去理解它 你比如说在今天 我们再要搞运动 它就非常困难 是吧 因为你在也很难 有强有力的政治号召 也很难有广泛的社会动员 虽然说这个 也有这个我们学习三个代表 是吧 这个 这个 什么科学发展官 是吧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所以我对在座的 肯定有不少共产党员 是吧 对贵党呢 我是保持高度的尊敬 高度的尊敬 因为我是另一个党 我是叫做中国民主同盟 所以在我们党的党章上的第一句话 就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在某历史上说 我比你们共产党还跟共产党 是吧 赖共产党 这是我们的主席告诉我们说 赖共产党是我们这个党存在的依据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我对党的深情 所以在中国早熟的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 是以激进化的姿态 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运动则是以激进化的姿态的具体方式 第一次文大会之后 我们会看到了 文艺界开展了多次 涉及面广泛的思想和政治运动 这些运动都处里达到 和确保下的目的 就是在政治上 把作家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体系中 在思想上统一文学观念 和创造方法 在组织上建立一整套的 文学机构和制度 所以大家不要简单地 把政治运动的理解为 就是清洗 就是驱逐一小撮的人 是吧 就是党内的权力的斗争 应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它 因为如果不是在现代性的激进化的 这样一个历史竞争中 这个运动是很难展开的 比如说在今天还试图搞 就很难搞 是吧 这个九零年代初 那么八九运动中波刚过去 是吧 那么有很多人也想搞运动 但是他没搞起来 因为什么呢 你这个很难再有强有力的政治号召 是吧 那么意识形态像丹尼尔贝尔说的 你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 要么是无用的 它是这样的 就是你不能意识形态 它本身能够被质疑 被质疑它就不再具有 真实的社会的 广泛和深入的动员的能力了 是不是 它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大家要在 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历史中去理解它 你看看第一次文旦会上的毛泽东 大家看看那个时候毛鲁鞋非常帅 是吧 毛鲁鞋是很帅的 那么第一次文台会上的这个周扬 毛鲁和郭沫洛 那个时候是中国文坛的三巨头 是吧 大家看一看 大家知道郭沫洛是中国现代文史上的天才诗的文部 那么他天才到什么地步呢 这个不仅写诗 大家知道是吧 他还写能够做学术论 是吧 他还能考古 就是说他的那个对考古学方面 对那个经文啊 对那些顶啊 对那些什么甲骨文的考证啊 甲骨文的考证 他是非常非常权威的 就是基本上甚至是他们学科的 带有这种奠基性的和革命性的 就他只不过写了几篇量的文章 几乎是漂流的方式 当然在那个学科是没有人能够超过的 当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老老实实习学习毛泽东思想 所以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那么这里呢想谈的是第一次文代会 所以大家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呢 要理解这样一种建制 要理解这种活动 这些运动 这些会议 所以大家会理解中国当代的文化呢 它总是有很多的会 是吧 原来说国民党的税多啊 共产党的会多 是吧 现在共产党的税也很多了 那么为什么要有会 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的广泛的组织和动员 是吧 他是在这一项去理解它 大家不要认为开会这个很无聊啊 是吧 这种统治 你认为它绝对没有任何的必要 那么这是要从现代性的意识上去理解这种文化 理解在这样一个历史情境中呢 它建立它的正体的合法性 建立这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一种实践的方式 那么第一次文代会 大家会记得吧 以后叫大家 偶尔的时候填空啊 1949年7月几号 这个有多少个人参加 谁还清零大会 这一下去掉几分啊 一下去掉三分吧 那么朱德代表党中央 在大会上指贺词 周恩来向大会做了长达六小时的报告 大家现在觉得非常奇怪 所以周总理 他当时精神非常抖擞 一座报告六个钟头 谈了六个问题 团结问题 未来的服务问题 普及提高问题 改造旧文艺问题 文艺的全局观念问题 组织领导问题 所以周恩来的报告呢 表达了党中央对文艺的期望 既在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界 相互团结的基础上 开放社会主义文艺的兴趣 所以报告呢 进一步阐明的文艺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关系 表明党对文艺工作的全面指导 指出文艺工作 纳入党的工作体系 成为社会革命建设的重要点 所以大家记得 这个延安玲中央会讲话的时候 毛泽东刚开始讲 是吧 后来就有人跳出来 就是萧军 唯一一样什么党的领导 是吧 我们过去没党的领导 这我也搞得好好的 所以他反对党的领导 所以看起来并不是知识分子 都天然的他能够接受 这样一个党的领导 所以当然经历过 原来的整风之后 经历过一系列的这样一种 活动 运动 是吧 所以 这个 接受党的领导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 必然要经历的这样一个 现实 那么 毛泽东做了一个报告 就是在反动派压迫下 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 十年来 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 报告提干 所以 大家知道 这个 国统区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除了延安的解放区 就是国民党的统治区 是吧 那里呢 其实有相当 广大的 左翼文艺运动 所以大家要知道 所以在五四时期呢 那个时候的文艺 是很多社团 和很多流派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 三十年代以后 我们成立了左连 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 进攻来 进攻中国 侵略中国 所以初始 中国这个 作家呢 他们团结起来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实当时也有 国民党的领导 国民党也介入 但是呢 这个力量 逐渐地转移到 共产党的手上 所以这是一个 意识形态 文化的 政治的一种 斗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